吉安乡公所办理社区服务据点 志工实务研习继社会福利服务宣导活动 以提升社区第一线志工服务量能 保障引发宝贝们更完善的造福品质 而乡公所还表扬优秀的社工师 鼓励社区志工以及社工师们勇敢向前 老龄化社会是全球性的问题 吉安乡公所携手名利创建世信一级乡城 举办社区服务据点实务研习 及社会福利服务宣导活动 号召了将近300位的社区发展协会干部 和志工齐聚一堂 藉由工作分享 急救教学 还有社会福利政策宣导 要完善全乡的社会安全网络 志工有爱 精彩吉安 服务在社区的巷弄邻里 在社工节的前夕 我们要表扬社工师 以及带来志工暖暖的感谢 专业和专业的训练 我们集结了18村所有的志工 共300余名在我们的活动中心 带来专业的训练以外 更要开启的是服务的共识 还有我们在服务环块上的一个协力的力量 300多位的志工为我们每天承担起服务工作的这样一个重责大任 当然我们年年得奖 年年名列前茅在社区服务环块的这样的一个绩效里面 我们更要带来的是凝聚我们的共识 团结我们的服务 更要开启的是最适性 最幸福 最快乐 最到位的一个幸福有感的服务乡城 会中特别表扬了花莲家福中心 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还有华山基金会等17位的优秀社工师 感谢社区的志工和社工师们勇敢向前 遭遇挫折不弃呢 让社会充满了爱与关怀 介续会简单相报道